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涛法师百事达 今天特选了几个常见的问题 请师父帮我们解答 有人提问 为什么总喜欢对着丈夫发脾气呢 最主要是你看不关他 你为什么不改变你自己 这从过去世就是这样 可能他欠你在 但是各位 你修行了你要改变你自己 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 因为他有优点 你为什么不去想优点 那去感恩他对你的好呢 那你一直想他的缺点 那你就会很痛苦啊 那算你很有报 你老公让你发脾气 男人争命苦啊 这位老公羞忍辱吧 但是女性不应该如此 这你会损服报了 所以经典有说 做太太的不能骂老公哦 那做老公不能对不起太太哦 都有规定好了 一是佛弟子 那你就按照这样做 我去试试 再按照 一遍 那别有关